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有一帮孩子成立了一个 反二胎联盟 真的 好多孩子在一块儿 是要有个网址 就是回家要抵制这个事 互相交流 对对对 探卡怎么折磨弟弟妹妹 他们等于有弟弟妹妹了 是另外一件事 他们首先得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对 预防生育治疗 来 我们看看有段网络视频 对 妈 今天我就把画料 到这儿看着 你要是敢生二胎 给你等着 哪天晚上 就等你们都睡觉 我就自己穿点衣服 就拿几块钱 就自己下楼打个车 找到一个鸡 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待着 一直到饿死 你干净吗 就看见 你有没有这些女儿子 我啥干不出 就看见我没有这个大 我有 你有没有 我 我不想要弟弟妹妹 为啥呢 你们 你 本来 给我 给我的孩子 就会 分着 送给那个弟弟妹妹 更多点 就不爱我了 那你不也是孩子吗 你也不是捡了点 是孩子 我也不同意 反正今天 我就把画隔着 你看我能不能落实 你有啥一行义的吧 今天我就把画隔着这边 看了点 你看我能不能落实 这孩子 这孩子以后不言而转 可惜了 可以了 戏真足 这个家庭关系里边 不是父母的所有的都得给孩子 当每一个孩子都知道 这个家的一切都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怎么又来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的父母家长 要面对二胎这个时代的时候 从现在就要让孩子知道 这个家的一切并不都是你一个人的 你要获得某些东西 也要通过某些渠道 经过某些努力才能获得 只有当他知道这件事情 有了弟弟妹妹之后 他们的心态才能相对比较平衡 好吧 我们可以投票了 你们能够理解这个姑娘的苦恼吗 哎呦 这么多啊 那这姑娘 她说跳过了我就放心了 哎 这个 哎 这个这个票 对人生绝望的态度 四大名书两季来 第一个自动上岗的 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什么 她直接过去了 过去了 她就放心了 然后就跑过去了 主要是因为出了这口气 孩子扬眉吐气就上去了 走路是吧 好吧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家里边还是挺幸福的 对 其实特别幸福 两个孩子都挺可爱的 长大的都是美女 不过因为我也是有两个孩子 这个有亲身体会 两个小孩之间 他们这个心灵跟我们大人不一样 所以你要特别微妙地来调整 但是有个底线要跟妈妈交流一下 就是该立规矩的时候 要立规矩 这件事错就是错了 绝不能因为老大老二的问题 就纵容一个 既然孤娜成立 是吧 父母还有妹妹应该表个态 究竟接下来怎么样 妹妹啊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 你姐姐真的很苦啊 你决定接下来怎么样 要不要改一改啊 少打得紧 不要 你开心就好 哎呀 他妈一脸苦笑 你知道吗 这我怎么办 他爸妈呢 我觉得还是 现在孩子都大了 还是应该民主一点 还是以后 还是要考虑一下老大的感受 对 录音 对对对 哎 哥哥 就刚开始录的时候 导演跟我说 你会那个读心术 然后呢 你是主要就看我妈妈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对 你看出啥了呀 我看出其实 他还想再生一个 其实你妈妈最最大的两 问题是两个字 叫做为难害怕困难 他就是嫌麻烦不肯操心 这要是敢下点细心 跟养女士的时候 教育你妹妹的话 现在不至于这样 就是省心嘛 对